这个老人好奇怪 在自杀前 他竟然用香水拍打脸蛋子 又换上了崭新的西装 看了眼面前的绳子 最后整理下发型 看着王七的照片 老人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现在终于可以见面了 他一脚踩上凳子 把头套进绳子 最后扯平一脚 第一次自杀 难免会有些紧张 可偏偏这时 新来的憨憨邻居 竟然把车开进小区 给他气的 转下绳套 冲到车前 破口大骂 面对凶狠的老头 本来就不熟练的邻居 更慌了 他一不小心 又将老人的邮箱撞坏 怎么会有人 比书还笨呢 老人无奈 只好帮他把车停好 回到家 他深吸一口气 继续自杀 可邻居一家又来了 两个小女娃 还趴在窗前看 怕吓到小孩的老人 赶紧把绳子取下来 第二天 凝叫欧维的老人 看了看街道 确定没人后 又拉下窗帘 踩上凳子 把自己挂好 可这时 门铃却响了 欧维扭动屁股 不想理会 继续自杀 就快要踢开凳子了 可那门铃 一直想个不停 都快给他烦死了 欧维气得扯下绳子 暴露开门 什么啊 原来是两个小孩 刚到嘴边的脏话 又给憋了回去 邻居为了感谢帮忙停车 送来的吃的 但其实就是想借他的梯子 欧维骂骂咧咧的借了 可邻居大妈 又想让欧维帮忙修暖气 怎么算 现在自个杀 都这么费劲了吗 欧维大骂着将所有人赶走 回到房间 他对妻子的照片笑了 可马上 欧维又难过起来 他抚摸妻子留下来的衣服 怀念着他的气息 恍惚间 又听见妻子的呼唤 他不再迟疑 动作迅速 挂好绳子 一脚踢开凳子 闭上眼 医生向走马灯 在脑海里闪过 他母亲过世的早 父亲又特别沉默 那天 欧维到铁轨上 来找父亲 这时 一辆火车 笔直朝小欧维撞来 父亲疯狂招手 欧维回头 看到危险这才躲开 冲过来的父亲 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那是父亲第一次抱他 抱得好紧 欧维从那才知道 这个不善于表达的男人 其实是爱他的 之后欧维把成绩单 递给父亲看 父亲笑得好大声 眼里写满了骄傲 他兴奋地向众人炫耀 却被驶来的火车 直接撞死 这时的欧维 猛然睁眼 绳子突然断开 这也太闹听了 欧维决定 今天必须把自杀这事办了 耶稣都留不住他 欧维来到老友家 要回水管 却被瘫痪的老友识破 老友拉住水管 却被欧维生气地扯开 回到家门口 看到养狗的女人 在虐猫 欧维上前 毫不客气地将女人赶走 又把猫骂了一顿 回到家 犹豫了一下 将边向的食物 拿出来喂猫 但他却走了 欧维不管了 他拿起管子 把自己锁进车库 私人领域 这下总归没人打扰了 他先将水管一头 接在尾气上 接着 把水管的另一头 放进车里 最后他启动车子 打开音乐 整理发型 这不太像自杀 反而更像去赴约 他又想起以前 父亲死后 家里的房子 要被拆迁 欧维不准 可官员居然烧了他的房子 无家可归的欧维 只好躲进火车里 第二天 他在火车的晃动中醒来 坐在对面的 是一个穿着红色高跟鞋 涂着恋爱红唇的女人 女人总是笑着 向天使 欧维看呆了 天使帮他补了票 下车时 又将遗忘的包递给他 原来真的有一见钟情 欧维笑了 此后的每天 他都搭乘同一班车 一搭就是三个礼拜 可上次的天使 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毫无踪迹 欧维就要放弃了 可天使又出现了 还答应和他约会 来到餐厅 欧维紧张的东张西望 他第一次来这么高级的餐厅 女人问欧维 为什么吃的这么少 他诚实的回答 因为钱只够一个人吃 他想让女孩 吃自己想吃的 房子被烧 没有工作 他很自卑 想要离开 天使却站起来 问了他 行到农时 欧维却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他挣扎着起来去开门 却哐的一声 把门口的邻居 撞得鼻血直流 原来 邻居老公 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他来求欧维 送他去医院 欧维无奈 只好答应 到了医院 邻居又要他 当门看女儿 欧维只好给两个小鬼讲故事 两个孩子哈哈大笑 临走时 小女孩还抱了抱欧维 今天又没死成 晚上回到家 欧维决定 下次自杀 要走远一点 第二天 他来到站台 准备搭火车离开 就在这时 他面前的男人 却抢先一步 身子一软 一头栽进轨道 欧维扭头看了看人群 吃瓜的群众们 却掏出手机来 拍照发朋友圈 火车已经越来越近 欧维一急 火速跳进轨道 一把将昏迷的男人 好起 救了上来 自己却站在轨道上 一动不动 眼看火车就在快速逼近 他转头 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欧维眼神呆滞 想起父亲 父亲就是被火车撞死 终于 他放弃了这种死法 一把扯住男人的手掌 爬了上去 欧维无比挫败地回到家 却发现 上次猫皮趴在门口 但是邻居对猫毛过敏 无法领养 欧维只好带他回家 每天带着猫散步 给他做饭 这下好了 不但没死成 还多了个累赘 这天 欧维教邻居开车 一个红灯 就让邻居的脸色惨白 急得哭了 偏偏这个时候 后边的车 还在疯狂暗朗吗 欧维气地冲下车 一把将男人从车里揪出来 按在车上 大骂一顿 男人怂了 邻居也被他吓得智商飙升 马上就学会了开车 晚上 欧维来到邻居家 帮忙看小孩 看着杂乱无章的厨房 他随手把洗碗机给装好 转身他又把妻子 学生的自行车修好 一切好像都在变好 直到这天 小区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开着车 在小区里横冲直撞 欧维冲上前 把车子拦下 车里的黄毛下车 他是个官员 指着欧维说 他是疯子 说他妻子死后 他就变成混蛋 这些话深深刺中了他 欧维又想妻子了 他等不及了 晚上 他拿着枪 对着自己的脑 这大半夜的 到底是谁 欧维愤怒的冲出来 却看见妻子的学生 站在门口 原来他们正在离家出走 想来欧维这儿 借宿一晚 欧维同意了 第二天 他被香味熏醒 下楼发现 是学生做了早餐 他想起了自己的孩子 是的 他们也有过一个孩子 但是这个孩子 还没来得及 看看这个世界 就离开了 那天 欧维和妻子在大巴上 正在享受旅行的快乐 可就在这时 喷的一声 周围天学地转 搬车了 欧维醒来后 刚去寻找妻子 妻子被压在大巴车下 这次车祸 不仅让欧维失去了孩子 还让妻子再也无法站立 欧维不在乎 他抱着妻子出院 为妻子行动方便 将厨房改低 这S毫没变 生活上的困难 可以克服 可梦想呢 妻子的梦想 是成为一名教师 可所在的学校 都将妻子拒之门外 理由是 不凭用残疾人 欧维气疯了 疯狂打电话 给政府投诉 写信上访 妻子 但是学校没有残疾人通道 欧维看着妻子的笑容 当晚就冒着轻喷大雨 到学校修了斜坡 学校为了让妻子知难而退 给他安排了最差的班级 但妻子却把孩子们 从混混变为有为青年 欧维被妻子的坚持打动 他想起自己承诺 要帮助瘫痪的老友 疗养院以无人赡养为由 要将瘫痪的老友带走 这次欧维不再单打独斗 他发动了所有的朋友 将黄毛挡在门外 黄毛没有无怨 咬着牙 恨恨的走了 这天欧维受邀 参加邻居的聚会 原来邻居平安的 生下了一个宝贝 欧维把为自己孩子 做的摇篮送给邻居 他小心翼翼的抱着孩子 放进摇篮里 再也没有什么心愿了 这天 在一个飘着额毛大雪的早晨 邻居发现 欧维没有准时出门扫雪 等邻居冲进他家时 欧维已经凉了 他平静的躺在床上 如愿的赴约了 一切好像又回到最初 他在火车上醒来 妻子正坐在他的对面